反手技巧 现在特别向大家介绍反趴技术 反趴技术是羽毛球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通过我自己多年比赛和训练的经验 得出了这样的几个 打好反趴与个人条件无关 主要在于握拍的方法和发力的方法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我在握拍的时候 我的握法与其他人不一样 我是拇指在食指的上面 这样手掌是空心的 普遍别人的握拍都握在大棱角上 而我是握在这个棱角上 这样握拍有如下的好处 它便于打对角球时 手腕不会有太大的限制 如果你把手指握在平面 握在这个平面上 反趴手腕就很难达到合适的角度 在发力打球之前 大臂只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主要是用小臂带动手腕和手指 这个时候 整个身体向前略微倾斜一点 击球的一刹那 把手指并握 没有击球前 手是空心的 这是有一定空心度的 同时 重心在右脚上 左脚往上提一点 击球的一刹那 重心 随着拍子向前 整个人的身体要舒展开 别让我放着 跟你说 这种人的身体 我只会有很多 这种人的身体 这种人的身体 开始 你 这种人的身体 再让我放着 我能够 帮忙 你 这种人的身体 我只会 我可以 这种人的身体 敲人的身体 我可以 我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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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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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